好 原汁這確實是很離奇的這一個故事 對 沒錯 就是現在大家有陰謀論 就是說為什麼他潑蟑螂的時候 剛好雙北局長在那邊 我覺得兩件事引起大家關注嘛 他的手法很特別 潑蟑螂大家沒看過 以前多半是潑漆 撒名紙 潑糞 沒有潑過蟑螂的 我有看過別人潑蛇 也有看過掛豬頭的 但是潑蟑螂是第一次 然後大家今天還去研究那個蟑螂 為什麼不會到處跑 停在那邊 原來他是叫櫻花 他叫櫻桃蟑螂 櫻桃蟑螂是餵紅龍 這第一個手法特別 第二個是有重要人物在場 所以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那現在很多人講說 應該會不會就衝著 那兩個警察局長來了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如果說這兩個態度 是因為跟餐廳有糾紛的話 他應該不會只在大梯 感覺上他潑了就趕快跑了 好像意思是說 他也知道裡面有重要人士 他也不想去惹他們 但是呢 我又想給你一點警告 所以我潑了我趕快跑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餐廳的老闆 他本身自己跟道上的兄弟的關係 就非常好 如果說 他說他真的有什麼劫院的話 他應該可以擺得平 他沒有必要 就是會被人家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想說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原因 所以被這樣處理 那而且這個歹徒 他是精心設計過 他為什麼潑蟑螂 潑蟑螂潑名子跟潑蛇 有什麼不一樣 潑名子 你可能會有恐嚇的問題 你潑了名子之後呢 名子就是燒給死人用 燒給死人的 那是不是我有威嚇你 可能我要對你不利 然後潑漆的問題是說有毀損的問題 或者是噴漆都是有毀損的問題 蟑螂是什麼罪 他沒有罪啊 沒有什麼罪 就是說第一個沒有恐嚇 他沒有罪明天他們要弄一萬隻蟑螂來 有一個小罪 可能一千隻都沒事 明天殺到警政署長啦 明天直接找陳嘉欽跟徐國勇丟一萬隻蟑螂 他最多是毀損 那非常輕的罰錢了事 罰錢了事嘛 一顆罰金嘛 毀損也不見得啊 因為他也沒有毀損啊 他也沒有真正毀損啊 那有一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啦 就是說你有到別人的公眾場合去知事啦 那我剛查的法條大概是 要嘛就是拘役三天 要嘛就是罰一萬兩千塊 所以你看他是有算過的喔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是看警方的動作 因為如果說人家是針對警方的話 警方又沒動作被人家看誰 以前有一次有發生那個信義殺警案 那時候全民沸騰啊 後來警察是派人到那些夜店的門口去站崗 站到夜店經營不下去啊 所以夜店後來就收斂很多 那你現在如果說人家假設是針對你而來 然後你又一副就是好像哎呀 今天陳家昌來出來講說 我覺得應該不是針對我啦 但是我又不敢把話說詞 就是一萬跟萬一的差別 陳家昌如果說這衝著我來也是很丟臉啊 是啊 所以所以他我覺得他不然 這確實新北跟這個台北市的警察局長 兩個直接被洗臉啊 你的臉真值錢值一千隻蟑螂 對嘛要買也是一萬隻嘛 就是說 就是說你今天就算不是針對你 但是你在嘛對不對 而且而且他現場是70桌 70桌都有頭有臉都異警 異警是什麼概念 異警就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對通常沒有人敢在這種場子鬧事 我覺得黑道應該會知道那個場子 因為70桌就是700個人 裡面都是在地有頭有臉的人 黑道難道不知道裡面有這些人在嗎 當然會清楚啊 所以你今天不管怎麼樣 人家在你在的時候犯案 你就要有態度 你不能像我覺得現在大家就覺得說 哎呀反正松山分局都有黑道進去砸電腦 警察都幫他掩蓋了 警察不敢辦他 那雙北局長在那邊被潑蟑螂 好像也無所謂 還推給說是餐廳的消費糾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以後大家根本不不怕警察啦 所以你不管怎麼樣 你都要有一個態度出來嘛 就像剛剛我們前一段講那個防疫旅館 我也覺得誇張 就是防疫就警察在地方理論上 治安應該最好結果被潑蟑螂 對 防疫旅館理論上 你應該是防疫最好的 因為 你應該分流的很乾淨 分流的很乾淨嘛 因為他裡面照道理來講 你就知道說裡面住的人是有風險的人 你是不是就應該去看他的動線 有沒有分流 一般旅客歸一般旅客 檢疫歸檢疫客 而且國外機師跟國內機師也要分開 為什麼重要 因為國外機師來台灣是不用檢疫 他不用篩檢的 按照指揮中心的說法 他進來是過境 他過來幾個小時 一天兩天他就離開了 那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病毒存在 那指揮中心的說法是說不能篩檢 因為萬一篩檢出來 他有陽性 那我們很麻煩 我們還要給他治療 我或者是飛機也飛不走 可是問題是你也不 那你這樣就更要去控管他的 他的行為啊 要跟人家分開啊 所以這兩天有 那富特辦 辦店員工他跟我爆料 其實他們就是覺得說 他要把這個沒有分流的狀況 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如果沒有分流的狀況 如同這個爆料屬實的話 那意味著這個飯店的風暴 到目前為止 指揮中心可能還沒有完全掌握 因為可能有一些人是指揮中心判斷 不需要匡列 也不需要檢疫的 而他事實上由於沒有分流 他事實上也有危險 沒有錯 他這個剛好就是 他們跟我爆料原因 因為第一個員工跟我爆料 他的說法就是說 他覺得指揮中心被某些訊息蒙蔽了 指揮中心都以為說 混居是只有國內機師跟國外機師混居問題 他說不是 他說還有一般旅客和機師混居的問題 同一個房間一到五是機師住 六日就換一般旅客 那你房間沒有消毒好 就這樣混居 那你有些一般旅客 他都不知道自己住的房間 是剛好是那個檢疫課住過的 所以他要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沒分流是 二管就是 二管就是專門住檢疫課二管的 B1的廚房跟樓上清潔工 也沒有也沒有分流 住同一個 坐同一個電梯 然後所以他 所以那個員工跟我講說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四個確診員工裡面 有一個在廚房工作 廚房工作照道理來說 他不會遇到任何房客 他為什麼會確診 就是環境當中 在這一種接觸 才導致他影響 所以我覺得 這些員工暴力也不是說 硬要給那個飯店找麻煩 而是說告訴大家有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其他 全國各地都有檢疫旅館 有沒有辦法就是落實分艙分流 至少要分 比如說新北做法是分成 紅區綠區藍區 那我問你 我合理的內心有一個疑惑 只有華航的機師會染疫嗎 那其他航空公司的防疫旅館呢 沒有事實上來講 那個像長榮 他們有自己的這個宿舍 但是他們如果說 就像剛才講 他把分區分流做得很好 然後把他當作就是說 有相關的一個風險 他都按照CDC的SOP去做 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會有 這個議員所講的爆料 就是因為有這個爆料 也確實有這個情況的存開 所以今天諾富特才會發生 這個群聚的事件 我想就是這樣子 現在已經發現了 就趕快做後續的處理 來把這樣的一個洞 把它補助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